副理箱代會進入鄉鎮聯合質詢的議程 鄉民代表徐秀之針對他所提出的建議案 鄉公所始終沒有執行感到很納悶 當面質詢鄉長陳榮聰 他認為鄉公所是逢徐必反 鄉長不滿憤而走下質詢台 兩人爆發激烈口角 讓現場所有人一度尷尬 本席牽了三盞連一盞都沒做 我不要求向這個地方做兩盞 我只希望說他能夠做一盞 而且我們的建設課長 對我提的案子也不理不睬 為什麼徐秀之提的都不能做 來我細數我去年我告訴你 建設課3600萬的預算 徐秀之去年只有做98000的水泥路面 像代表徐秀之的這番話 讓原本在質詢台上的鄉長陳榮聰聽了 是糞兒走回座位 兩人這時一來一往 陣風相對爆發激烈口角 鄉長我在質詢喔 你在講話 但是你質詢你不要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對不對 我不要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我不要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你不要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我不要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我沒有再用人家太多的時間啊 你去我告訴我我回你什麼啊 不是啊 你 鄉代會鄉政聯合總質詢 鄉代表和鄉長卻起口角爭執 兩人甚至站起來對峙 主持議程的副主席簡明志 為了避免場面失控 立即出面自止解圍 場面一度尷尬 就是講一講還會拍桌子 然後什麼 這就算了 鄉長 你去檢查 鄉長我告訴你 我今天我沒有拍桌 我已經在檢查我自己了 剛剛講話 畢竟那不是要照顧嗎 我袖子太長我剪袖子不行啊 你騙人們你做台表你 好不好 對啦 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 我維持我自己的風格 僵持十多分鐘的尷尬場面 所信副主席解圍而趨緩 而在這同時 鄉代表何歸鄉、孫永成等人 則順勢提出質詢 納古塔建設案來轉移焦點 記者是玉蘭副理採訪報導